想象一下你昨晚做了个梦 今天早上睁开眼睛以后呢 就发现让你崩溃的公务员考试内容 直接印在脑子里了 随便就可以脱口而出倒背如流 甚至可以连续说个两天两夜都不用休息的 这种能力你想要吗 在我国的西藏就有这样一群神奇的说唱艺人 也叫做天兽唱诗人 他们到底是谁 他们唱的又是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一起了解一下吧 最近大热的《鬼吹灯昆仑宫》中呢 沙宝亮老师扮演的阿克 就是一名天兽唱诗人 也是在西藏说唱格萨尔史诗的艺人 他们学习和传承格萨尔的途径呢 与其他传统艺术师徒相受的方式不同 他们是寿命于天 就像我开头所说的那样 在大病一场或者做了个梦以后呢 便醍醐灌顶般的记住了上千万字的格萨尔 这种神奇的传承形式呢 在西藏啊已经延续了上千年 著名的藏学家江宾加措介绍 近年来啊 先后发现的说唱艺人有150多名 这其中啊更是有很多不识字 或者对格萨尔完全不了解的人 他们梦见的内容呢各不相同 待会儿给大家细说 这种表演艺术呢 有点像咱们汉地的评书 但不像评书啊 每一回呢表演大概半个小时 天寿唱诗人表演的时间 可是非常长 一开口连续唱个几个小时 那都是家常便饭 其中一位艺人玉眉呢 在获得能力后 首次说唱的时候 甚至一连七个日夜没停过 我想问你啊 如果让你连续七天不吃饭 不睡觉的玩手机 恐怕再好看的节目也索然无味了吧 更不用说是富有感情的背诵课文了 换我的话别说一天了 可能一个小时都扛不住呢 而且啊不同于评书说的 五花八门的古今故事 天寿唱诗人讲述的 有且只有格萨尔史诗 讲的是我国藏族蒙古族的人民英雄 格萨尔王的故事 要知道啊 格萨尔史诗呢 是被誉为东方的河马史诗 但它却是河马史诗的数十倍 堪称是世界史诗之最 它共有120多部 100多万行诗翻译成汉字啊 就有2000多万字 相当于呢 15套红楼梦字数的总和 2006年呢 被列为国家级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 09年呢 也被联合国列为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格萨尔史诗之常啊 可以这么说 就单单全文朗诵下来 不吃不喝不睡 都需要整整99天 普通人啊 想要背的滚瓜烂熟 那几乎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 最不可思议的是啊 让互不相识的天兽唱诗人 背诵同一段故事 整整几万字的内容啊 基本上一模一样 而且每发现一个新的天兽唱诗人呢 他还会讲一个关于格萨尔王的新故事 简直就像是一部会源源不断 无限进化的生命体 怪不得啊 被称为活泰史诗呢 刚才那位啊 连续演唱七天七夜的玉眉 是在16岁那年梦到了一位仙女 赋予了她说唱格萨尔的灵性 而不穷呢 则是在11岁那年 梦到了一位手持经书的僧人 嘱咐她把格萨尔王的故事讲下 现在最年轻的90后说唱艺人 斯塔多吉呢 本来啊 跟目不时丁的母亲 过着普通的游牧生活 然而9岁那年呢 上课睡着了的她 梦见啊 她正在一个到处是鲜花和牛羊的草原上玩呢 突然啊 有两个壮汉拿着一本又厚又长的经书 玩命的塞进她嘴巴里 醒来之后呢 她觉得肚子里又胀又满 脑子有种要爆炸的感觉 完全听不到老师在说什么 终于呢 她控制不住的大声说唱了起来 一说啊 就是两个小时 把同学们都给吓跑了 只有老师啊 特别激动的一把抱住她 说道 你唱的可是格萨尔啊 从那时起呢 斯塔多吉啊 便开始了她天寿唱诗人的生涯 说唱时呢 她可以看到波澜壮阔的战场 连人物的表情和服饰都看得清清楚楚 好像自己啊 就是其中的一员 而且一旦开始呢 就停不下来 别人想打断 只能狠掐她的手臂 九岁至今呢 她被人请去说唱过无数场 手臂上啊 留下了斑斑点点的痕迹 奇怪的是啊 她曾去一个地方连续说唱个两天两夜 完全不觉得咳也不觉得饿 这已经超出了人类的生理极限啊 但她呢 却丝毫不觉得疲惫 她说自己表演的时候 仿佛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表演结束以后呢 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说的些什么 只有让别人录下来 自己才知道 哦 原来刚才说的这个故事 许多人呢 都试图将这种现象 用更科学的方式来进行解释 但解释来解释去 解释到最后啊 也只能引用一些 不那么科学的理论来说明 有的人说是神兽 有的人说呢 是集体潜意识 还有人管这叫整体性心理架构 管他科学不科学的 给我啊 我都要 你有没有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 如有神助的经历呢 欢迎评论区给我留言 这里是小小太学 关注我 一起打卡去别文波知识吧